日本大部分都是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在家里那样 然后另一个人的养老保险怎么办 他就全部都挂到那个上班的人那上面 这不是说他没有养老保险 他是有养老保险的 他的养老保险就是全部都是我们公司去给他交 除了他正常的养老保险 我们公司每个月都还给他补助的 包括两个小朋友也都是给补助的 Hello朋友们大家好 我也来一个Hello朋友们大家好 好久不见 好长时间不再一起给大家 像这种解答的方式给朋友们录视频了 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 就是咱们俩这样的方式在日本打工的这个形式 在日本到底和他们这个日本人 在日本享受的福利有哪些不同 就是也拉着你给大家讲讲 因为我也不是很太清楚 我只知道我的这部分 然后不知道你的这部分 首先先跟大家说清楚一下 因为我们跟其实那种劳务的不太一样 他这个是属于正式员工 然后呢 我是属于这个家属附带在这边 你说一下 就是说你是这种外国人 你跟日本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就是享受的这些待遇啊 有什么不一样的点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就是工资这一块 因为签的是工作签证嘛 就是提前都是按照公司的规程去订好的 不会跟日本人有什么区别 就是你也是正常的升职加薪 也是正常的待薪休假 也是正常的就是有奖金 跟日本同事都是一样的标准 不会因为你是外国人 他就跟你区别对待什么的 比如说就是咱们生病了啥的 我Q你一下 你落吧 我落吧 正常生活当中就是脱腾脑热 发个烧赶个冒 去医院拿药看病 那就是交的 交的钱都是跟日本人一样的 不会因为就是我是外国人 就要多富一点 他们日本本土的就要少富一点 没有这种不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说这个医疗方面 我们享受的跟日本人一样的 养老金方面交的就是日本的社保 就是交给日本政府的养老金 到最后发到手的都 就是所以说就是咱们也可以就是在日本 去交交纳这个养老保险金 然后到时候退休了 你拿到的钱是跟日本人也是一样的 对 对还有一个就是住房补贴 住房补贴 就是也是跟同事是一样的 像我们是补70% 就是好比说你租一个房子 然后公司会给你拿70%的钱 你自己拿30%的钱 现在那每个公司都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你们公司有嘛 对有 有的他有的他都是免费的 也有就是五五分的 对也有是免费提供住房的 所以说我来总结一下 就是打工仔他是正式员工 所以说他的这个工资啊 还有养老保险啊 五险一金那种类的哈 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福利 跟他们日本的这个同事 都是一样的标准去安排的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这边的情况啊 因为我是属于就绑定在你旗下的嘛 就正常我是打零工的 然后呢我是没有养老保险啊那些东西 我自己不交纳的 对不对啊 全部这个方面你来帮我说一下吧 日本大部分都是一个人上班 一个人在家里那样 然后另一个人的养老保险怎么办 他就全部都挂到那个上班的人那上面 不是说他没有养老保险他是有养老保险的 他的养老保险就是全部都是我们公司去给他交 除了他正常的养老保险 我们公司每个月都还给他补助的 包括两个小朋友也都是也都是给补助的 我们三个人全部都是挂在他的这个名下的 所以说孩子出生之后也是这是中国国籍 然后我们也是中国国籍 孩子享受的些什么福利待遇 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吧 咱们家小朋友上保育员收的这个费用 都是按照日本的一个规定去收的这个学费 就每一家的收费标准是按照日本人的这个规定 是每一家都不一样的 然后小学生小朋友三岁以上 他的这个上了这个幼儿园之后 他是不花这个学费的 这也是跟日本小朋友一样的 虽然我们家的这两个小孩都是中国国籍 但是呢也是享受这个一样的待遇的 比如说看病啊 还有开药呀 都是跟日本的小朋友一样的 就是基本上是开药不花钱 看病一个月只花500日元 就相当于国内的25块钱人民币 这样的一个待遇 我们家两个小朋友是领工资的 这个事我也不知道领多少 我也忘了 你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儿童补助 然后一个小朋友 三岁之前一个小朋友 每个人是15000日元 一个月 一个月 到了三岁之后呢 是100000日元一个月 一直可以领到18岁岁 就是上完高中那一 是吧 然后如果你生老二的话也是一样的 对吧 老二也是一样 加码了 你两个人才是保持平衡 你生了第三个人 他就是叫什么 因为日本人就感觉 两个人再生两个人是平衡的 然后如果再生第三个的话 你就是为国家赚了这种感觉 虽然我们是外国人 但是我们就是也是正常的 去纳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有一点拿工作签证的人 跟日本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不能参与政治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正常合理的纳税 有一个长期的签证 所享受的福利待遇 跟日本人是没有区别的 朋友们这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 都可以在评论区问我 然后我有机会在这儿的打工仔 然后给大家一起再去做解答 好了 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